MASU的讀者 大家好 我是HERO 祖雄 今天我要教大家三個簡單的動作 可以在跑步之前先做伸展 第一個伸展的動作叫做 腿後肩伸展 前腳跨一步 然後把腳尖抬起 後腳稍微的彎曲 把雙手放在前腳的大腿上 這個時候雙手往下加壓 腳尖再往上抬起 固定姿勢下我們做四個深呼吸 四個深呼吸之後我們交替 用右腳的 第二個動作我們要做的就是伸展我們的小腿 往前跨一步 但是這個時候我們要伸展的是後腿的小腿 所以前腳彎曲 後腳打直 而且腳底是要踩滿的 然後固定姿勢好 四個深呼吸 四個深呼吸之後同樣換邊 吸 整個伸展過程當中都沒有憋氣 都要一樣深呼吸 那第三個動作就是要伸展我們的大腿 首先扶在我們的頸骨上 然後往後拉 這個時候要讓我們的膝蓋直直地板 如果你覺得大腿還不夠緊 可以稍稍往後加壓 然後固定姿勢是四個深呼吸 吸吐 四個深呼吸之後我們換邊 同樣的往後拉 要讓大腿感覺緊繃到八分級 四個深呼吸 所以這樣子三個簡單的深呼吸 動作就完成了 不要再突然你沒時間做運動了 隨時隨地你都可以做深呼吸 我們來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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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